所以早年 张家大师跟我讲过 不止一遍 佛门知难行义 这就是觉悟 佛法里真正觉悟 那行容易 真觉悟了 凡复成佛 因念之间 你看多容易 因念觉而不迷就成佛了 因念觉念念觉 缘成佛道了 为什么要知识 为什么要坚固 执着我 而不肯放下 佛法里都没用过 连鬼神都知道 而众生把这个神 坚固执着生活 死都不肯放松 有多可怜 如果真有 一执着那就对了 没错 他不是真 他是假的 尽宗妙 妙计了 他叫我们坚固执着 阿弥陀佛 而肯定 阿弥陀佛就是我 我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执着不得了啊 这个执着可以到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你就豁然大悟 你的妄想分别之处 一扫而空啊 如中文里面所说的 跟阿弥陀佛 一鼻孔出气 所以我们 如何对峙我们的散乱性 对峙我们的忍无性 念佛 要知道 今天整个地球社会混乱 乱性 所感 整个地球的灾难频繁 是忍无性 所感 自私自利 是忍无 贪嗔痴慢疑 是忍无 地球灾难 地球灾难 人无所感 社会的混乱 社会的混乱 我们的妄想 杂念太多了 真的 古人常常讲的 神不守恕 他没有恕了 他怎么说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把教育丢掉了 所以古人教导我们 人是教的好的 好人是教出来的 善人是教出来的 圣衣行也是教出来的 佛菩萨还是教出来的 那我们去想想 现在的人受的是什么教育 你就明白了